米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米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使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校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新领导班子上任 德州医疗界最大的哈里斯郡医院系统基金会之新董事会成员 周三上午宣誓就职 将由布罗奎女士出任新一任主席 领导有50多年之基金会继续为大休斯顿治医疗界做出贡献 在董事会之推荐下我也担任了新一届的副主席 继续贡献博力为基金会之工作尽力 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主要之功能是为了哈里斯郡所属之医院系统筹募经费 来支持公理医疗系统之运作 为一般的贫困市民提供服务 每年用哈里斯郡之列20亿之预算 来为一般的低收入市民服务 其中最著名之本塔医院及急救中心 詹森医院都在这个医疗体系下运作 基金会每年举办各种慈善活动 向各界人士募款 每年从3000多万元之基金之投资 所得及此款数百万元捐赠给各大公民医院 为广大之贫困病人服务 过去15年来 我曾参加基金会之工作 极尽所能为社会做些贡献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